慈濟正在醫療團也在曼索里帳篷區發放 但是現在是雨季 一場大雨打壞了原本的計畫 使得發放地點一換再換 最後改在由慈濟原件的中央廚房 來進行發放的工作 計畫總是趕不上變化 眾人抬起帳篷 要找尋還沒有積水的空地 大雨實在來得太強 太急 最後終於在災民共用的廚房前落腳 30多箱的毛毯 也不用擔心會被弄濕 志工站在廚房屋簷下 鄉親們站在帳篷裡 恭敬了縫上 用塑膠袋包起來的毛毯 兩全其美 像當初這個廚房 還是慈濟人來幫忙整修的 可以叫附近的居民 去撿那個廢棄的磚塊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廚房墊高 我們自己都沒有使用到那麼好 我們自己的志工呢 是自己在旁邊這邊 使用一個非常簡陋的帳篷而已 堅持要給災民最好的 想不到自己也能受賄 當時我們很無私的 去替這些鄉親們 去搭建這個廚房 可是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今天也可以 自己來使用到它 雨後陸滑 老人家的安全志工擔心 儘管他的家只在上坡 兩分鐘的路程 我看這個斜坡蠻陡的 而且會滑 那呢我一直牽著他手 那感覺我牽著他手 其實變成是 我有點依靠他的感覺 像夫人一把 也孵了自己一把 感動一直在交流 好像牽著一位是我爸爸 那那種感覺是很親密的 然後他也很貼心的 就是配合腳步很小步 那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那種默契 我覺得他很貼心 揮手告別 這一段路彼此都難忘 大愛新聞真聖美志工朱英燕 林秋玉 周信弘一波報導 那種默契